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讲除暴原型张军的故事 在电影中和吴彦祖有交集的女人只有一个娟子 也就是吴彦祖的老婆 现实中的人这名叫杨明燕小明也是娟子 她是张笋最爱的人 今天这期是来给粉丝填根的 张军一共有五个女人 其中四个被枪决 而杨明燕的判决书是 一把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潜力终身 看到这个朋友估计心里开始产生疑问 这会不会又是搞运动的结果呢 这肯定不是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带给您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杨明燕也就是娟子 为什么会判处死刑呢 这个杨明燕1973年生人 原本是福林区社会福利宴的一名护士 1996年他在歌舞厅结识了张军 张军以龙海力的假身份接近他 你是想劝我不要死吗 并很快博取了他的好感 二人海半播婚宴 在重庆生下一个女儿 同电影吴燕祖很喜欢娟子一样 张军也很喜欢杨明燕 电影中提到了娟子 然而电影中没有说娟子的结局 背叛死缓 判决是有依据的 杨明燕涉及了败运 藏匿枪支 提前裁点 转运枪支 销毁物证等等 说完杨明燕 我们来说说严敏 严敏就是一个可以出卖自己的欢场女子 只要给钱 什么都可以卖 吴燕祖当然很帅气 从整体案件来看 张军的情商也不低 和严敏同居以后 严敏对张军言听计从 这里插一句 为什么严敏会这样 这同当时中国的现状密不可分 一般出来卖的都不会提供真实信息 更不可能带你回家 当婊子还要离贞结牌方的都是这样做 唉 其实严敏有时候很可怜 前夫就是一个混混 结果呢 还是脱付了混混圈 和张军搞到一起 1995年1月25日上午 张军叫严敏去重庆市于中区 一家银行营业厅财店 严敏选定取款目标李九川后 用手势通知张军 张军则在李九川走出营业厅后 一路尾随 最终在一个无人的巷子里 张军拔支手枪 朝李九川连开竖枪 将其杀害并抢走包里的五万元 这是第一次参与抢劫 至此 严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前边这两人可以说还有些苦衷 下边这个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了 秦直斐 这个女人比张军大了接近20岁 一个干中介的女人 在张军的攻势下很快沦陷 据交代 秦直斐会留住张军 什么样的事都会满足他 把张军像皇帝一样的伺候 更麻烦的是 张军还勾搭上秦直斐的女儿 没有办法的秦直斐 只能答应张军参与抢劫 1995年12月22日 秦直斐成为张军同案犯 实施了友谊华侨商场 杀屏霸分店抢劫案 这个案子在电影中有展现 当然没有提到这个秦直斐 秦直斐还参与了多起结案 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第四个叫全红燕 全红燕是重庆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人怎么说呢 恋爱脑碑 1999年3月 37岁的全红燕刚遭离婚的重创 心灰意冷 这个时候张军出现了 他说他正在雪车 要全红燕每天下午来接他 他就租他的车练进数 练车事业打表按价付钱 天下经有这样的好事 全红燕当即答应下来 于是张军每天就在重庆街头 玩出租车 全红燕也乐得有男人陪他 如此一来二往 张军不须付出太多 就勾引上这个女人 当然一开始张军对这个 恋爱脑的女人是有所顾忌的 直到2000年5月 张军又一次出现在全红燕身边 此时的全红燕又失恋了 行死觅活的 自杀两次都没死 张军对他山盟海誓 并拿了几件抢得的金手势讨好他 张军和这个女人鬼混几天后 决定发展他入伙 为以后再重庆作案 多找个落脚点 趁全红燕刚失恋 心情不好 张军便邀他去长沙散散心 全红燕当即答应了 他们在长沙黄花机场下了飞机 住进了宾馆 张军用假身份证登进了房间 住下后 张军在房中叫钱红燕拆枪 上弹架打枪 然后张离开 四天后上午11点多钟 张军又来了 当时钱红燕穿着吊带裙子 张军让他换成黑背心和白裙裤 张军当时身穿绿色帆领T恤和黑色休闲裤 身背一身色帆布包 包内有枪 出了宾馆 张军又叫了一名穿白T恤的矮个子男人 该男子二十多岁 三人上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 张军坐在前排 前后燕与男子坐在后排 坐了一二十分钟 在一偏僻的小车站 又换全出租车 当时张军还向司机奖价 奖成一百元 车开了四五十分钟后 又到回开了二三百米 在一击根道旁屏下 三人走进艺术丛里 张军对男子说 今天带你出来 是因为你经常拿钱抽新 张军脱下男子衣服 用竖指打他 并叫男子把脸背过去 然后张军把出手枪 推弹上膛 叫全红燕杀了他 全红燕吓得直抖 连枪都握不稳 张军再次命令全红燕开枪 并狠狠推了他一把 于是全红燕双眼一闭 朝那人开了两枪 那人应声而倒 头重重栽进土里 此时攻击 张军从全红燕手中 拿过手枪 又补了两枪 一枪震中那人太阳穴 就这样全红燕上了贼船 严格意义来说 这张军是真的狡诈 其他女人都是用情 用力这个恋爱脑的全红燕 用的是胁迫 全红燕也是被判处了死刑 成了长得很漂亮 个子高挑 面目清秀 1999年下半年 他认识了张军 并以他的美貌 获得了张军的迷恋 张军为他在三间小区 买了一套房子 张军在成了面前很会伪装 基本不让成了看到他可怖的一面 直到九一大案案发后 成了看到一件带血的衣服 张军对他说 你是个聪明人 只要不讲出去 对你有好处 如果讲出去 我就要杀你全家 最终 成了以包庇罪祸刑 不过他也是张军五个女人中 唯一一个没被判死刑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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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